拍賣網站上全是父親節禮物 詐騙集團看準父親節商機 鎖定拍賣網站 小心付錢拿不到商品 刑事局統計發現 利用網購app詐騙 一週內高達上百件 師傅 他們說我帳戶被連續扣款 怎麼辦啊 我說 然后呢 詐騙 当初笑话来听就好了 不然啊 就会换你的钱包业障中 刑警化身海派法师 教你如何反诈骗 所以说啊 那些说什么 帽领健保費 警察电话中制作笔录 真材不公开 或是什么啊 账户要监管 都是假的 都是幻觉 吓不倒我啊 远警搭配时下流行语 提醒民众接到这些电话 都是假的 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 就是如果遇到一些诈骗的关键字 通通都是假的 诈骗集团利用民众恐慌的心态 在网路或ATM芯片 再次提醒您 这都是假的 假的 假的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分更失 assess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